大家午安 我是陳彥寅 歡迎來到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揭曉時國內外大小事 要用聆聽又懂得話說給您聽 現在介紹介紹小事來賓 同時要介紹是 耶魯貞學博士郭正亮 大家好 以及退役中將率化民將軍 大家好 還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吳崇涵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要小心帶你來看到 是蘇議文現在已經結束了 他中方的訪問 不過他這一次 有特別提到台海問題 同時他強調什麼 強調美中關係是在風險上頭 原因是因為現在確實啦 距離拜登離任還有幾個月的時間 但這幾個月的時間 他提到台海南海以及俄羅斯 他認為這一些都是 美中關係的風險處跟爆發點 那其實呢 北京上面也提了一些關鍵 五個關鍵 四條紅線 這裡面有特別提到的就是 我們應該保持正確的方向 事情不都講好了嗎 重點在於我們應該要行穩致遠 鞏固民意基礎 同時要樹立正確的認知 四條紅線是最重要的 台灣一樣擺在第一位 那這樣子一度的長下來 大家就講了 其實到底他這一次來到中方 有什麼樣的用意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現在發現他跟布林肯一樣 沒有紅毯 只有紅線 沒有像當年蝦蕊來的時候 還給他鋪了一個紅地毯 談判桌上面說出現了白掌 他們強調白掌 其實就是所謂的花 因為很少放到正式的外交場合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他的花語叫做純淨平淨 而且祥和安泰 甚至是一帆風順 所以大家就開始在講啦 說這些紅線的內容 是不是都不在白掌盆當中 大家就想問 到底之後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態勢 因為目前美方很清楚的就是 五角大廈這裡 俄羅斯的報告說 現在對抗中國 比冷戰時期 對抗蘇俄還要更昂貴 甚至他們的軍費總額 現在已經高出三分之一 達到了12950兆美元 那你會說可能的衝突點在哪裡 雙方其實都提到一個地方 叫做南海 原因是因為現在確實在這裡 有好多的動作 包括了船通通開來之外 菲律賓這裡也動作頻頻 他們要跟仙兵交來運捕 最後宣告失敗 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這邊船很多都圍起來了 那他們要怎麼樣來運捕呢 他們用直升機 去突襲式的空投 但是沒有想到 中國的回應是非常強烈的 全程監控之外 他們也提醒一件事情 叫做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你趕快撤走 全程他們都跟著你走 那這一些的內容 基本上呢就是告訴你了 北京現在有沒有可能在這邊 會進行一個軍事前哨 雙方之間彼此在控管 但就怕一個控管不好 會擦槍走火 仙兵交這裡呢先前 其實菲律賓他們指控什麼 指控說你中國來這邊 你會破壞我們這裡的 這些珊瑚礁 那他現在就自己發布了 一個暗殺的調查報告 他們強調說自然環境 現在在這邊基本上 不是我們破壞這一些自然環境 而是菲律賓他們自己的 這些問題 你來我網當中 到底有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共通點 其實先前他們也有 扣過很多不同的管道 包括了海市對話等等 是有一些協議的 但是好像最後都是不了了之 那目前看到菲律賓 最新的動作是什麼 他不跟中方談了 他跟越南談 越南先前不跟他 一起來提出申訴案嗎 現在菲律的防長還同意 深化合作 而且要因應南海共同威脅 這個共同威脅 大家就在講 不就是應該是對中國嗎 先前越南直去繼續的 這個竹子外交 進完習近平 現在是又會轉向了吧 南海這邊大家開始在問 有可能有其他的發展 而至於在北邊一點點 日本這個地方 則是因為現在中日韓的旅遊部長會議 會在9月10號日本神戶這邊舉行 大家認為說 那是不是在中日韓對話重啟之後 現在彼此之間會有個新的默契 可是問題是 目前在討論中國問題的時候 自民黨這邊有人跳出來講 講說岸田先生是讓我抓狂 甚至這些強硬的立場 到底有沒有可能是把日本的內部搞得一團糟 大家就會想問 其實現在在日本內部 有很多他們自己的問題 而這些問題包括了經濟問題 包括了一些內部補助等等的問題 都會變成事後在自民黨 他自己有沒有可能政權穩固 甚至對外他有沒有可能有更多的說法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亮哥了 原因是因為美中關係基本上是大家現在 在美國選舉之前最想知道的是這兩個G2 會是一個怎麼樣的共處剩下來 有人形容是垃圾時間 但是對於蘇利文來說 他覺得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時間 你怎麼樣來看蘇利文這次的仿仇 不然蘇利文他有他的破戒的需求 因為美國的航母現在有三艘在大西洋 兩艘在中東 所以西太平洋剛好是真空狀態 所以他怕這個地方會有事 比如說菲律賓這樣 萬一出狀況怎麼辦 美國沒有重武器可以來協助 所以事實上中國大陸也給他一個面子 就是讓東部戰區跟印太司令部 未來可以直接溝通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善意 其他我坦白說乏善可乘 就是照本宣科各自說自己的立場 美國當然還是要再講一次 說你不要援助俄羅斯 大概都講這種話 那中國大陸我覺得中國大陸有一個傳統 就是對於快卸任的人 往往會給他一點善意 他們自然也沒有期待 拜登剩下這幾個月能做什麼大事 坦白說11月5號就選完了 所以你說11月5號之前 讓拜登訪問中國大陸這項話 川普看了不火大 所以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是11月5號之後 那對不起 習近平一下就要去秘魯參加Apex 還有巴西的G20 所以我覺得最可能還是在那邊 做會中會 這可能性還是比較高 就跟以前的模式 所以拜登想訪問中國大陸 我覺得可行性並不高 那至於你說去那邊會中會 所以能談出什麼我也很懷疑 可是老人家常常有一些幻覺 所以就好了 我覺得中國大陸大概這個人情味 還是會維持 除非你這個人實在是完全不能交往這樣 那美國現在選舉變數也滿大的 那中國大陸我認為他不會表態 那拜登訪問中國是一種表態 所以我認為他會避免 那至於他對台灣這個講話比過去嚴峻 事實上你沒有發現蘇利文去大陸之前 事實上就已經做了一些動作 所以那也可以把它理解為是一種禮物 你有賴清德祥去美國 結果他跟你講說 你大概只能到夏威夷 總統府的說話是說沒這個事情 所以後來總統府就說 我們根本沒有規劃 可是畢國還是有一個老實數叫林佳龍 林佳龍就講出來了 說我們有在處理 可是什麼 因為美國在選舉這個比較敏感 他這個理由其實是不成立的 因為蔡英文2016年當選 一個多月就去美國了 所以那年也是選舉年2016 事實上我們每次總統剛就職 那一年都是美國的選舉年 本來就是這樣 是啊 所以你都不能去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蘇立文也做了處理 就是說今年賴清德就不要想了 所以我覺得美國現在逐漸展現出一種態度 就是打台灣牌要考慮到 北京跟美國對抗的代價 我認為這個代價會越來越大 而且他現在需要中國配合的方方面面越來越多 比如說俄武戰爭 我們講明年 明年你俄武戰爭要處理吧 中東戰爭要處理吧 所以我真是替賴清德憂慮 搞不好你都去不了 那我們也想要請教一下帥將軍了 原因是因為這一次就像張宥祥 他們是也很直接的講 講說是你要見我 蘇立文哲民要見我 但是這一次王毅他在話裡面也講得很直接 要支持兩岸和平統一 等於大家都是直接把話攤開來講 可是在菲律賓這邊 你也看得出來他一直有動作 感覺美國一直在添加柴火 應該要怎麼樣理解 很簡單 這個蘇立文跟王毅不是第一次見面 也不是第一次談 談的都是老生常談 大家都把紅線擺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沒有交集的 他正在五條航線裡面 不會有什麼重大的突破 但是美國為什麼要來 那個撥押總統下面一個撥押的安全顧問 那來談什麼 談就是這關鍵 從九月到十一月這三個月 美國不想有意外 什麼意外呢 因為菲律賓這邊越搞越大 中國大陸搞了軍艦也去了 海巡船也去了 五十多艘船艦張怒拔 你這個仙兵礁 你在已經忍不住要出手了 剛好碰到美國的航母又是空窗旗 所以這個時候蘇立文當然擔心 因為你這個時候有動作 有任何軍事上的動作 那美飛的協防條約是不是受到打擊 你不是講菲律賓跟你是協防嗎 你拿什麼東西去協呢 如果中共趁這個空隙 把先兵礁的問題處理了 美國就很沒面子了 因為拜登現在為了賀錦麗的選舉 這三個月裡面 幾個火頭不能出事 因為你阿富汗已經敗了一次 菲律賓這邊又敗一次 俄烏戰爭你也打不出個結果 以色列那邊又幹起來了 所以這麼多火頭 他現在就是維持這三個月 為什麼三個月 到了11月俄烏戰場已經要停頓了 冰封期快來了 下大雨 泥林的沼澤期來了 俄烏雙方都沒有重大的軍事行動 所以俄羅斯現在加速兵力在烏東 就希望三個月裡面擴張 俄羅斯的戰略目標很簡單 我把這個四個州完全掌握以後 就作為未來談判 談判有兩個領域 一個就是我的土地 如果我要讓步的話 讓他四個變獨立國家公投 這是可見的這個籌碼 菲律賓這邊就很簡單 你如果說菲律賓在引起一個問題 美非協調方條約受到挑戰的時候 他在東南亞所有的信譽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今天是蘇利文有求於他 有求於他 大陸給的善意就是我讓東南戰區 這個戰區可以跟你通話 這個通話的意思就避免菲律賓這邊的火頭升高 因為通話的話就變成一個 可以中間中止這個星星之火可以熄掉 要不然的話就變成軍事行動了 所以蘇利文收獲的是這個 中國收獲的時候就剛剛亮哥講的 賴清德可能訪問菲律賓 不 只能訪問這個夏威夷 如果夏威夷再不給去的話 到關島什麼都好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大國 你不要看他提出來這些條文 其實都沒有辦法解決的 這個紅線已經花了很多年了 所以這一次中國大陸特別把台灣問題放在第一 放在第一就是說我警告你 這個玩意你不能再碰了 那美國也希望就是說 你援助俄羅斯的力道少一點 因為俄羅斯也需要這三個月加把軍 能夠達到他的戰略目標 輪車司機也希望這三個月還能耗住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蘇利文來 這是為三個月的事情 後面他也管不到了 近期目標 請教吳老師怎麼看 我們在討論這個蘇利文 蘇利文當國家安全顧問是很年輕 44歲 他來自於佛蒙特州 其實他出道得很早 一開始是幫希拉蕊擔任幕僚長 然後再來在歐巴馬政府時期 後來拜登政府時期 他就當了次卿之後進入這個 我們講當了最年輕的國家安全顧問 他在執行的外交政治上面 許多人在形容他 文職彬彬 耐操好用 特別是他的觀點裡面 除了運用外交手腕之外 他也承認一些外交事務 必須加入一點軍事的概念在裡面 我們等一下會分析 當然他在跟這個Campbell之前 2019年的文章 介紹有關戰略模糊 戰略清晰的文章 他特別講美國是不是要 對於戰略模糊是不是要有 戰略模糊什麼叫戰略忍耐 當然面對這樣的議題 這一次到了大陸 我想這是他第一次去大陸 並且就所謂的紅線議題 再次跟不管是外交體系 中國的外交體系 或是中國的軍方體系 因為過去以國家安全顧問 他們都是以外交體系為主 但他為了確保外交跟軍事 這一條邊裡面不要有任何差錯 所以他兩邊都見了 見了王毅又見了張又俠 他特別重申了比方說四部一五億 特別重申了一個中國的政策 特別認為說對於台灣問題 是美中兩邊的紅線 美國沒有意義要去跟動他 我想這部分也反映出 我們當時一直在討論 有關戰略模糊的一個 非常大的概念就是美國並沒有想 立刻的把這個所謂的戰略模糊 改造戰略清晰 我想在蘇利文 Campbell的文章裡面 他們也一直認為說 要維持一個適當的現狀 但是要給中國一些信號 是必須是重要的 當然這一次又討論到一個 非常重要我們要看的是 他講說對台持續軍購 是有必要的 但是各位觀眾朋友 這並不代表說 有更動了任何美國對台的概念 最主要是第一個過去的華府 許多觀察家也指出 對台 你授予台灣軍隊 軍事武器比派軍隊去 其實更符合美國的利益 其實這個是Charles Glasser 在過去一直在發表國際期刊 有在討論說 美國與其賣武器給台灣 與其派軍隊過去 不如賣武器給台灣 讓台灣可以加強 他的自我防衛能力 但這一派就會被打成什麼 以美論 所以並不是只有台灣的學者 被打成以美論 美國有些學者 如果你說 我們只是賣給台灣武器 不幫忙防衛台灣 也會被打成以美論 所以目前這一派的學者 慢慢的聲音變小 但是這一次蘇利文又講說 我們會持續加強軍購 軍事的援助給台灣 特別賣武軍事武器 當然這一方面 也引起了中國大陸的反對 他認為說 拜登政府內內15次 賣給台灣15次的 15次的武器 比川普內內多了 到11次還多 所以北京對於這個非常的感冒 也提出了反對 也不斷的 我們過去在新聞也講說 他們也說不要持續武裝台灣 這時候只會逼上兩邊的兩岸關係 進入一個深水區 但坦白來講 我覺得這一次蘇利文 到中國的訪問 有他的非常重要的目的 最主要的 剛才我們都講了 在11月前 要維持兩岸的穩定 畢竟賴清德衝得太快 他衝得太快 他試著我們講 他試著從這個 所謂車子的後座 想跑到前座去 所以他要訪問美國 美國人說不准 頂多妥協到夏威夷 夏威夷 大家一聽到夏威夷 為什麼蔡英文當時可以 對過境美國 賴清德就只能去夏威夷 當然賴清德不想去了 所以這一次 我覺得蘇利文這個非常重要的 對於美中關係的再確定 對於台海問題 他們認為還是要穩定 是有他的一個 我們講訊息跟信號在這裡 美中關係現在透過 這高官之間的互訪 以及對話 你可以秀出一些些的不一樣